- 各位央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彭于燕 我是演的角色叫做乔琪乔 是一个浪子 他把这个 谈恋爱 找对象 看作是一种嗜好 他喜欢做的事情 也是他只会做的 他不专一的这个 程度上很多 的原因是来自于他的家庭跟成长背景 这么讨厌的一个男人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 当然除了好看的平常 还会跟着他 他的身份 家里有钱也是个原因 然后还有就是 他也愿意 做这样的事情 他也喜欢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他不结婚 我的认为 我认为是因为 父亲跟母亲之间的关系 就是他父亲有很多老婆 他可能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他爸 所以他觉得如果我结婚的话 我会对不起 另一半 会让另外一半像我妈妈一样 所以相对来讲 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巧巧是一个最 最知道自己在哪里 而且最敢面对自己 可能第一语言嘛 就是说这个葡萄牙语要回应 它是中普汇学的 然后要学这个华尔字 华尔字 因为他是 刚开始应该是 二十几岁的 年轻小伙子 就是说体力很好 到处有交友朋友 然后 然后当时我也觉得我 年纪有点大 很快奔私人 但其实 蛮有挑战的 那杜老师的话就是 艺术家嘛 外国人 然后东文又讲得非常好 就感觉他蛮像乔气乔的 永远都是一个 有一种 微醺的感觉 微醺的感觉 他讲话就是想听啊 舒服啊 然后 很多人生经验啊 跟你分享 然后 然后工作态度 很 很正面 然后就第一无箱是 雪岸华导演非常用心拍摄的 电影 如果你也非常喜欢徐道的话 这一次当然不能错过 创作班底 刚刚我也提到很多 大师 自己 也是抱着 这个粉丝心态去跟他们一起合作 我觉得很难 複製的一个作品 我们珍惜自己 这个演出的机会 然后希望大家 能够 珍惜 并且支持 你演出的 长安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了解更多电影资讯 就在 电影节骨演 对 对 感谢观看